欢迎来到小九撩剧,今天小九带来,锦衣之下之一纸契约,第十八集,六扇门不愧是六扇门,置牌一亮,众人果然愣住了,只是她还未来得及松口气,那些被绑的女子将她上下打量,后又面面相去片刻后,便有救命啊! 这哭喊,直接过渡到撕心裂肺的,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!声音之大,简直震耳欲聋,耳朵惨遭蹂躏,惊吓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直响,情急之下,她只得扯着嗓提高好几个调,差点给喊批了,各位,各位别激动,我定会救你们出去! 唯恐姑娘们在一顿支呀挖呀地乱叫,她不得不搬起张脸,颇为严肃地指了指上头,我是偷偷溜进来的,你们莫要再出声,若是被抓你们的人发现了,到时候一个都跑不了,此话一出,他们立马晋升,姑娘们一个个梨花带雨般眼巴巴地将惊吓望着,着实让她心上一软,惊吓暗自叹口气,上前去解绳, 只是未曾想,手指才碰上其中一位黄衣姑娘的手腕,便见她十分痛苦地浑身一颤,好痛,啜气地喃喃声传来,痛,惊吓皱了皱眉头,凑近了,去看她好白手腕,在衣袖半遮半眼下,并未发现什么明显的伤痕,她思索片刻,又自怀中掏出水晶圆片,再细细扫过去时,这才看到一些秘密扎扎的针孔, 她微微吃了一惊,针插之行她曾听说过,可未曾见过,行刑者会用针线或其他尖锐物体插进手指甲缝或人体其他部位中,受刑者会痛得锥心刺骨,但在肌肤上却不会留下大的痕迹,那人好收集人皮,却又想让他们听话,用针,的确是个好办法,只是这方法,也推恶毒了些,光是看手腕,便已让人火冒三丈, 更不用说衣裳之下,那些看不到的地方了,惊吓露出粪粪之色,明明都是如花似玉的小姑娘,却要受这种折磨,那个为了一己私利,残害少女的面具男实在可恶,若是捉住了,也定要将她用针扎上一扎,活生生将皮包上一包,这才能解纳心头之恨, 思索间,她向怀中探去,只可惜摸了个空,走的时候太过匆忙,她连应急的金疮药也未戴在身上,惊吓没法,只好放轻手脚,柔身安慰道,你忍着点,马上便好了,绳子虽然绑得不紧,却是打了死结,惊吓费了好大的劲才理顺了解开,黄衣姑娘感激地将她遗忘, 也跟上前来帮忙,不得不说,那面具男的眼光甚好,这些姑娘的肌肤,真真如水一般的光滑,就比如眼下这双鲜鲜素手,她眯起眼睛,摇头晃脑地点平了一番,肤若凝脂,冰凉如玉,只是这手的尺寸有些美中不足,骨节倒是分明,却不够秀气,她惋惜地叹口气,正欲转身,眼角处却瞥见有一人影,扑了上来, 今下来不及闪躲,被那人握了个正着,她定睛一看,正是那双大尺寸的玉手,再抬头一望,得,她说这双手怎么有些大呢,这里除了姑娘之外,还有方才那个细皮嫩肉的小白脸,原姑娘的大恩大德,在下莫尺难忘,她吸着鼻涕,眼泪汪汪地看着她,那委屈的模样虽说有些楚楚可怜,但今下怎么看,怎么觉得有些滑稽, 不知是不是密道失寒,她的手动的冰冷,如寒潭一般,叫人感觉捂了快冰,今下记得,小时候的她,曾在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上,看到过一种名为寒冰掌的武功,起掌一出,如有排山倒海之事,寒毒入体,触手冰冷,晚似摸到一块寒冰, 招数阴毒,九死一生,是难得一见的绝世武功,而依她而看,这小白脸,体质清奇,不乏是一块炼寒冰掌的好苗子,她正一静胡思乱想,忽而瞧见,这小白脸的嘴衣张一合,似在机里呱啦地说些什么,待她猛然回顾神来,只听了灵星几句, 袁姑娘,袁姑娘,袁姑娘不说话,在下便当你答应了,她的神情颇为激动,答应,答应什么了,今下满脑子都是什么寒冰掌,压根就没听她说了些什么,茫然之下,她正欲询问,却在这时,忽而听得上头传来一声巨响,不好,此地不宜久留,今下费力地将手抽开,冷静地指挥道, 待会大家一起跟着我走,不要出声,互相照应,万万不可走散了,她话音未落,又是一阵摇晃,经年日久的灰尘泥土自头顶扑塑而下,落在肩上,草席上,本就暗淡地瓦灯呼闪几下,终是没撑住,下一秒,整个密道都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,众人都被这变故害得惊住了,胆子稍小一点的姑娘直接腿下一软, 差点没哭出声,却又想起莫要出声的叮嘱,干脆直接死死捂住了嘴,今下常年在黑灯瞎火的夜晚捉贼办案,耳听八方的本领早已经炉火纯青, 她全身紧绷,侧耳凝神细听,眉头却越粗越紧,密室封闭曲折,隔音效果极佳,可方才传来的动静,分明是打斗之声, 此番路易还带着伤,不知能否应付得过来,那两人武功不弱,若是她出点什么事,那她岂不是小命也不保,想到此处,她当机立断,掏出腰间的手冲,就往出口走去,可没行两步,双手纷纷被人给拽住了, 她愣了愣,向右手边望去,小白脸那张泪眼朦胧的脸在眼前无限放大,将她害了一跳,不知是不是方才受了惊吓的原因, 此番,她的鼻涕捶得更长,还好惊吓,眼疾手快地抽走了手肘,下一秒,一串不明液体啪哒一声地砸到地上,迅速渗了进去,惊吓,小白脸,她不好意思地破涕笑了笑,惊吓默了默,果断转身朝向左侧,只是她一转头, 恰好撞入黄一姑娘那双小鹿般的眼中,那里面,戴着无助和惊慌,让人莫名心头一软,她看上去想哭却又不敢哭,哆嗦的袖子都在颤,对上惊吓的目光,黄一姑娘慌乱地松了手,怯怯道,对,对不住,我,我真的太害怕了, 惊吓浑身一领,脚下再也没法移动半分,这里的十来位姑娘全无自保之力,他们的命,全都沉甸甸地压在自己的肩膀上,眼下局势不明,她怎么放心,就这么将他们丢在此处,至少,要将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,再回来帮陆一才行,惊吓冷静地想,那扇铁门是唯一出口,不管怎样,她都得先去探探虚实, 只有确定安全,才好带着这一众姑娘,先从这鬼秘道里撤出去,你们先在此处待着,我先去出口探探,若是有什么事情,大声唤我便是,姑娘们抱成一团,紧张地点点头,惊吓未再多言,握紧手冲,在这密室绕了三饶之后,终于来到了最初那个木制楼梯,她费力地爬上去,伸手想将铁门推开,可进来时还能拉动的铁门, 此时却如千斤重,纵使她使出吃奶的力气,却是纹丝不动,惊吓心底猛地一沉,完了完了,她不会要被困死在这里了吧,她烦躁地搓了搓脸,不甘心地继续使力去推,忽而身边冒出个悠悠的声音,这门是不是打不开了? 饶是惊吓,胆子再大,也差点没把胆给吓破,她机灵一下一跃而起,莫的一回头,则,小白脸这货怎么走路没声,跟了一路她竟不知晓,惊吓颇头疼地揉了揉额脚,你怎么跟来了? 小白脸拍拍胸脯,仿佛方才哭得最大声的不是她,我是男子,自然要担负其保护姑娘的重任,你一人前来,怎能让人放心,所以我才偷偷跟在你后面。 惊吓无语地看她一眼,又转过头研究那扇推不开的铁门,她覆耳贴上去,想在听听上面还有什么异动。 小白脸好奇地围着她转了转,发现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,于是便盘腿坐下,机里呱啦地开始动嘴皮子。 袁姑娘,你说你一个小姑娘,怎么会去做捕快呢?捕快这工作忒辛苦了,这刀尖舔血,风吹日晒的,对皮肤多不好,怪让人心疼的。 不知袁姑娘具体方灵急许,家住何方,家人都是做什么的,我看姑娘虽是捕快,却也生得腹水出芙蓉的好模样,莫不是奶家的千金不甘被埋没。 离家出走实现理想报复,袁姑娘你们捕快,是不是都?她实在是太能扯,惊吓被烦得根本静不下心来细听。 她忍不可忍,一抬手打断她,闭嘴,若是你再要说话,我们真是一个也跑不了了。 小白脸立马进了声,惊吓深吸口气,用手被敲了敲,与下来前清脆的声音不同,这一声当当,余音沉闷。 像是上头压了个什么重物,她的心瞬间凉了半截,也不知是不是陆毅没成功将他们拖住,所以才导致有人将出口封死,若真是如此。 陆毅的处境相当危险,惊吓急得不行,想着要快点出去才是。 可如何上去,是如今最大的问题。 她略测了身,发愁地看了看自己纤细的手臂,又看了看那手无腹肌之力的小白脸。 一时陷入了沉默。 小白脸看着惊吓不太好的脸色。 小心翼翼地举起手,我能不能说一句话? 惊吓的声音有些有气无力。 讲! 不瞒你说,我虽不会武功,脑子确实聪明得很。 我曾趁他们不注意,用力蹭掉了脚上的绳子,在这密室里跟了他们一路,那两人闲楼梯麻烦。 静止走向了另一处岔路,只可惜在快走到尽头的时候,我被他们发现了。 惊吓忽略了她的废话。 抓住重点问道,岔路,他们走那儿,是不是那里也有出口? 应是有的。 惊吓心头一动,随即又觉得十分奇怪。 既然你知道那里有个出口,为何之后不找机会逃出去? 听她提到这个,小白脸颇为惆怅地叹了口气。 他们抓到我,怎会再给我机会? 自那次之后,他们将绳子换成最粗,我磨了好几天都未曾磨开。 而且他们给的吃食里面,还加了料,能让人浑身无力。 就算是武功,再高也没辙。 今下瞪圆了眼睛,你怎的不早说呢? 小白脸显得有些委屈,不是你让我闭嘴的吗? 今下深感不能再跟她掰扯下去,便从楼梯上跳下来。 她胆了胆衣袖上的灰,急切朝着小白脸道, 事不宜迟,你且快些带我去看看。 我还有位朋友在上头,我得赶紧上去帮她。